最近早晚的气温真的是变化很大 林口区公所也结合了食物银行的物资 包括了泡面还有暖暖包发放给街友 希望以实际的行动来关怀街友之外 同时也落实了市府关怀街友的美意 因最近几波寒流来袭早晚气温骤降 林口区公所继日前普查关怀街友之后 再度启动街友低温关怀服务机制 结合区公所食物银行物资 发放给街友暖暖包及泡面等 因为现在近几个月 有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寒流来袭 那这寒流期间呢 我们针对林口区的游民呢 我们会去做一个关怀的动作 除了发放我们的暖暖包之外 我们会借用我们这边食物银行的资源 去发放泡面 公所表示关怀路线从以往接获通报之基础资料 建立规划 配合市府街友避寒机制 立券街友进驻市府专门提供街友的重建中心 或是到新北市政府签约的旅色避寒 对于不愿意接受收容者 则给予预寒物品 协助他们度过寒夜 避免街友与低温期间发生意外 并接由宣导本市游民各项照顾服务 以强化外展服务及后续追踪辅导 提醒民众如果说呢在林口区的街上呢 如果有发现在游荡的街友的话 也欢迎就通报我们林口区公所 以便我们做查访以及关怀 民众如有发现街友路宿街头 请立即通报林口区公所社会人文课 区公所会派员访试协助 希望在接纳与尊重街友的前提之下 落实是否关怀照顾街友的美意 永佳的记者林口采访报道